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 这里是东学堂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堂之三百首节目 那么在前面的几期课中间呢,我们连续读了孟浩然的三首诗歌 从今天开始呢,咱们来接触几位新的诗人 首先呢,这个第一位诗人,今天这一期的,是我们相对还算比较熟悉的王昌龄 那王昌龄呢,跟前面的王维孟浩然不同 虽然他们的时代都属于圣唐时期的典型诗人 但是呢,这个王昌龄的流派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把它归在边塞派里头 他的诗歌呢,主要有一类的诗歌代表作品,是从军行 就是在边塞征战的时候,这个王昌龄作为随军的一个成员 来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战争的场面和边塞的风光 因此呢,他的流派,这个我们在归类的时候 一般是把它放在边塞派之内 但实际上王昌龄呢,除了这个边塞诗之外 也有很多其他的优秀作品啊,也有很多其他的风格 并不仅仅的是边塞这一种 那么这个王昌龄的真正的代表作呢 主要的题材是七言绝句 所以呢,咱们当时这个文学史上啊 也给他有一个称呼,叫七诀圣手 圣就是神圣的圣啊,手就是手脚的手啊,七诀圣手 听起来特别像一个武侠的一个角色 那实际上也能够体现出他在七言绝句上的一个地位 啊,有评论认为呢 说李白和王昌龄是圣唐时期七言绝句写的最好的两个人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 王昌龄也是圣唐时期的人 但是呢,他的这个经历啊,也相对比较坎坷 一辈子没有做过太大的官 都是在一些这个无品以下的官啊,在不断的挣扎着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呢 他内心必然也会有一些这个相应的 欢菜不育等等的情绪 但是从这个圣唐人的风格来看 王昌龄啊,主要表现的还是一种潇洒的豪迈的 一种扩达的一种气魄 但是今天呢,我们读的这首诗啊 因为不是他最擅长的七言绝句啊 而是五言古诗 所以风格呢,跟他的这个七言绝句啊 特别是他的边塞诗,也有非常明显的不同 那么这首诗呢,其实我们来看题目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在书的第26页 叫做同从地南斋玩乐 一山音崔少府 啊,那么这个玩乐 在这儿呢,应该是赏西啊 赏乐的这个意思 因为古代呢,也有一个词叫赏玩啊 或者叫玩赏啊 就是说这个品味一下这个月亮啊 啊,然后欣赏一下这个月光啊 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呢,这个玩乐啊 其实就是欣赏乐色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题目中的从地指的是谁呢 指的是堂地 这个从地呢,在下面注决里也具体说到了是哪一位堂地啊 但是他的这个事迹呢,也不是非常的详细 那后面啊,这个同从地南斋玩乐 啊,这是眼前所见的实景 就是和自己的堂地一起在南边的小书房 叫南斋 然后来欣赏着当晚的月色 然后后面呢,是第二节儿 叫做义山音崔少府 山音是古代地名 啊,如果对应到今天的城市呢 就是浙江省的绍兴市 啊,等于跟鲁迅是在一个地方 在老县啊 那么这个山音崔少府啊 他不是山音人啊 而是在山音这个地方做官 这个人下面也有注解 是叫崔国府啊 当时呢,是应该刚刚考上状元啊 还是近市 就是唐代科举考中近市的人呢 同样也要被安排一些地方上的职务 对吧 于是呢,一开始这个崔国府 就被任命为山音的少府 这个少府,大家注意 是个古代的官名 啊,一开始是在秦朝的时候设置 但实际上呢,在唐代 一般是作为对县位的尊称 这个县位呢 在不同的朝代 有不同的这个官职和权限的大小 但整体来说 一般情况下 它是属于这个 县里面的一个三把手左右啊 就是县令 咱们都知道 肯定是县里的一把手 是行政长官 然后县令有一个副手 叫县城 然后一般情况下 这个再往下可能还有主部 然后就副县长 然后再往下就是县位 这个县位呢 主要是主管这个县里面的一些 行政的具体执行 包括一些治安 一些防卫的一些责任 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 这是县里面的这个公安局长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职位 这个王昌龄啊 因为和自己的弟弟在赏月 这个时候呢 就想起了这个远方 刚刚上任这个山阴县位的这个朋友 所以我们也知道古代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习惯 叫做对月怀人 对吧 就是看着月亮 就怀念其远方的 可能是亲人 可能是朋友 可能是爱人 所以这首诗呢 也是一个典型的怀人诗的作品 你看我们之前看到了啊 很多首诗歌 都是古人看着眼前的这个优美的景色 就想起了朋友啊 这个朋友在远方 没有办法和自己在一起玩 但是呢 这么好的景色啊 又忍不住不跟人分享 大家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但是这首诗的写作 呃 有一些还是比较深刻的地方 一会我们在读的时候 中间还需要大家来理解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首诗啊 一共是十句 高卧难摘时 开为月出土 清灰淡水墓 掩阳在窗户 仍然几迎须 成城变筋骨 美人青江畔 事业月饮苦 千里共如何 微风吹蓝渡 一共是十句 那如果硬要分一个结构的话呢 大概是前六句算一个结构 是主要在谈题目中的前半节 叫赏月 然后后四句呢 算是第二个层次 主要提的是题目的后半节 就是怀念这个崔少佛 按照这样的一个结构 咱们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 首先来看第一部分 高卧难摘时 高卧那肯定就是躺得非常的舒服 对吧 枕头垫得很高 这叫高卧 是吧 表明一个很悠闲的状态 然后躺在这个书房里 这个摘一般是古代的书房的名字 对吧 叫书房 躺在书房里的时候 然后把这个帘幕打开 这个围就是垂下来的帘幕 我们类似可以类比一下窗帘 对吧 你把窗帘拉开就看见了窗户外面的景色 然后拉开帘幕之后呢 看到外面这个月亮刚刚从地平线下升上来 这叫月出土 好像被一个人啊 从地平线下面给吐出来一样 那么这个咱们可以简单的来体会一下啊 古人写景的这个画面感 然后接下来的三四两句是在描写月光啊 这两句写月光呢 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特色的 叫清灰淡水木 掩样在窗户 清灰当然指的是月光啊 照下来的这个非常清洁的光辉 然后这个淡字咱们要注意啊 它的读音啊 应该叫淡 那么具体的意思呢 在这个句子里应该是指水啊 缓缓的流啊 这个意思 那么淡水木呢 就是指这个月光 好像水一样的 在这个池塘和树木上在流淌 把这个月光写得像液体一样 好像可以流动一样 非常的有自己的特色 然后后面呢 掩样在窗户 这个掩样同样的 也是一个描写水波的词 它的本意也是水流摇荡 在咱们下面有注解啊 这个形容的是月色融融如水 好像是水波一样 在窗户间流荡 所以这两句把月光写得非常具有动态 有一种流水的质感啊 这是作者这两句描写的一个特点 那么接着呢 作者躺在这个书房里 看着天上的月光 就自然生出了一些感慨 这个感慨啊 这是由景触发起来的 所以呢 也应该算是从景悟中啊 悟到的一丝哲理 叫做仁染己迎虚 成成变筋骨啊 仁染啊 就有很多个意思 它可以指草木茂盛的样子 草木柔弱的样子啊 在这儿它的词意指的是 时间的缓缓流逝 也就是我们可以翻译成渐渐的啊 说这个月光啊 每天啊 稍微的会变化一点 对吧 一开始是一个月牙一样的形状 然后慢慢的就变圆了 然后经过十多天半个月 又慢慢的就变成弯月 然后在最后消失不见 对吧 这个过程古人称之为叫迎虚 迎指的就是月亮逐渐变圆的这个过程 虚呢 就是这个月亮逐渐变缺的这个过程 啊 越圆越缺的这个动态 古人用迎虚来对它形容 什么叫仁然几迎虚呢 意思就是说啊 从古到今啊 这个月亮啊 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年了 它渐渐的不知道 已经有过多少次的圆缺变化了 那当然咱们知道啊 一年啊 又十二个月 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圆和缺 对吧 然后要算月亮的年纪呢 那真的是算到不知道多少次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啊 古人看到月亮 自然而然的 就有了这样的一种时间流逝啊 不断的循环轮转 这样的一种感慨 所以作者下面提出一个问题之后 就发出感慨 叫成城变金谷啊 古往今来 这个明亮的月光 一直是在如此的循环变化 这个成城 指的是清亮透明的意思啊 这是非常清澈 成澈的这个感觉 所以呢 这个成城变金谷 还是在说月光 就这么清亮透明的啊 从古到今 不断的循环变化 那么这个是作者啊 望月的时候而生的一种感慨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剩下四句啊 就因为看到了月亮 自然就怀念起了朋友 那么下面的第七句啊 美人青江畔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美人啊 并不光是指美女的意思 啊 这个在古代的诗歌里头 这个美啊 就是指好啊 他是对人的一种赞美 所以美人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好人 啊 说我有一个好哥们 一个非常优秀的同志 啊 正在哪呢 正在清江畔 哎 这个清江畔指的就是 这个 崔少甫所在的这个浙江绍兴 然后呢 我的一个好朋友啊 正在这个清江畔 然后事业悦引苦 事代词 这事业就是这个晚上啊 就是今晚 今晚呢 正在发出月银啊 月银是个典故 在我们的注节里有写啊 就是一个在战国时期 一个越国人 大概就是在今天的浙江省的偏南部啊 绍兴这一带 这恰恰就是古代越国的地方 所以这个月银呢 用了这个典故还挺恰当的啊 古人指的是一个越国人在楚国做官 大致就是今天的湖北这一带啊 一个浙江人在湖北做官 然后呢 生病了之后 然后这个国君又派人去探望他 看看他到底是想不想家 后来发现这个越国人 他叫庄系啊 这个字很不好认 对吧 叫系 庄系呢 他在生病的时候啊 也在不断的用越国的曲调 在高声的吟唱 所以呢 就可以看出他是在生病的时候 最思乡啊 所以这个越银后来就成了一个典故啊 就专指这种思乡的啊 想念国家 想念家乡的这样的一个典故 于是呢 这个越银在这指的是啊 不是一个越国人的吟唱 而是一个正在古代越国的地方 也就是绍兴的一个朋友 叫崔绍甫 因为这个崔绍甫 他是一个清和人 不远万里啊 跑到这个浙江去做官 应该是怎么样呢 应该是非常想家的 于是就当天晚上 看着这个月亮 应该他自然就想起了思乡的感情 于是呢 就会发出苦苦的这个思乡的歌声 啊 这叫事业愿引苦 这个两句应该是在想象远方的朋友的情景啊 就是我看着这个月亮 想起了远方的朋友 远方的朋友看着这个月亮 大概正在苦苦的思想吧 还是这样的一个想象关系 那最后两句就表达了对朋友的祝愿和赞美 叫千里共如何 咱们都知道有句诗叫这个千里共禅娟 对吧 实际上在这儿也是用了这个相应相似的意思 千里共如何 说咱们两个相隔千里之远 都在看着这个同一轮明月 那又如何呢 啊 如何来寄托我的思念呢 于是最后一句话叫微风吹蓝度 啊 说希望这个微微的风 给你吹去这个香蓝和度若的香味 香蓝度若 最开始讲张九龄的诗歌的时候 就给大家讲过 对吧 古人用这种发出香气的花草 来预指一个人的美好的品德 意思就是 我们两个人虽然相隔千里 但是我们是好朋友 啊 我又赞美你的美好的品德 我希望微风能够把蓝度的香气啊 吹到你的身边去 来寄托我对你的怀念之情 所以最后这两句还是非常能建出啊 彼此之间的朋友感情的啊 这个咱们要注意一下 那么这个清河崔氏啊 咱们刚才说了 这个崔国府是清河人 对吧 清河崔氏在唐代的时候 是一个大家族啊 咱们不要把它理解成 就是北京现在的这个郊区清河啊 那是古代的一个这个郡啊 这个清河郡里头姓崔的人家 那是达官旺族啊 所以他从小呢 就跟这个王昌龄家里比较交好啊 所以王昌龄跟这个崔少府之间啊 他们的友情还是挺深厚的啊 所以咱们注意一下 这个友情的表达啊 通过两个人在相隔千里的两地 看着同一轮月亮 来寄托这种相似之情 跟我们很熟悉的 这个苏氏所写的水调歌头 对吧 明月即时有这一首啊 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咱们在读诗词的时候 也要多注意这种互相的参照 那时间关系 今天这一期咱们先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